读解这么做 其实X毛这面配的倒是很简单 我把这面复制一下 要不然都得删了 复制一份 复制Ctrl-C Ctrl-V 然后这个是XML的事物管理配置 好了 然后咱把这个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如果想用这个注解的形式的话 你看 切入点 切面可以不配了 然后通知也可以不配了 然后就要一个事物管理器就可以了 然后事物管理器留着之后呢 咱们下面再配一个 就是你要开启注解 必须得明确的表示一下 我要开启 叫做注解 事物管理 然后接下来配个啥呢 就配一个TX 叫做这个Transaction Manager 不是 那个Annotation Driver 就行了 就配文件就完事了 明白吧 但是它更多的内容会入侵到咱们那个Service层的代码当中 那怎么配呢 在我们的Service层 在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事物的这个方法当中都加一个什么呢 都加一个叫做 都加一个叫做 Trans 对 Transactional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如果你说我就一律都才有默认的行为 那你就这么配就行了 每一个方法都加 那每个方法要是都加的话 那也可以加在类上 就这样 它就默认就有了事物管理了 明白吧 但是这个虽然简单啊 但是呢 刚才咱们配的那些什么事物的传播行为 那它就用默认值了 明白吧 所以你要还想给这些方法添加事物的这个默认的传播行为的话 那你就还需要在这个地方 对 你还得去配属性 所以你每一个里面 因为这里面有的是增山改 有的是茶 增山改和茶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你就得分别在增山改和茶那个地方 都得把它事物的传播行为给它配上 就我感觉反而麻烦了 除非你就用一个transaction 对吧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写什么呀 就比如说写propagation 是吧 然后等于 这边有一个叫做propagation propagation 然后点 你看这里面就是required的 对吧 这是增山改的这个方法 然后另外呢 我对刚才我那个前方方配一个东西 这个 我说一下 看着了 像这种查询的 我们还会配一个readonly 等于 明白吧 把这个 因为它默认是false嘛 止读嘛 像这种查询的 我们都会给它配一个止读的 这么配一下 明白吧 止读的话 它就不加锁了 刚才是加不加事物 这个是加不加锁 明白吧 对 对 就是把它配置成止读事物 把它配置成止读事物 就根本就不 没有那个 就是 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association那种吗 就是什么脏读患读不可重复读那几个级别 根本就不配那几个级别 直接把它配成止读事物 它就不存在那些问题了 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查询 就是这些查询方法里 当然了 你如果某一个那个查询的方法里 它还有一些增上改的那些操作的话 那你别起这名字呀 明白这意思吧 你起上面这些名字呀 明白吧 所以下面这个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就是增强它的查询效率嘛 或者说这个东西其实是 你自己定义的 你自己就约定一下 我什么样的就是止读事物 对吧 我什么样的有可能又有查又有改 那你就避免写止读事物就可以了 明白吧 就是在事物 在这个事物层这一块 不是在那个道层那一块 就是我想一下啊 止读事物 它是针对事物管理的 就是这个事物 我就是一个 你那个事物 咱们不说有这样几个隔离级别吗 不是有这么几个隔离级别吗 对吧 它会出现这些情况吗 然后我们在这几个隔离级别的基础上 如果你就是止读 就是你整个的这个方法 你确定它就是读的话 没有任何改的话 那我们就给它弄成止读事物 止读事物的话 你里面增加那个修改的操作的话 它是改不了的 但是它效率高 这是从死不认的事物管理这个角度说的 你可以把锁那个地方忘了 就是把它设成止读的 相当于不让它去 对不让它去做那个病发的血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它 明白吧 它不考虑隔离 对 它不考虑隔离级别了 它就是止读就是止读 对对对 就是止读事物 你可以去看看它的原码 去看看它这个原码里面都写什么 其实就知道它咋回事了 就这些问题都很好解决 直接拿它原码看就行了 就知道它到底做什么了 明白吧 然后所以一般请问一下这个地方 你如果确定 咱们这个项目当中很多都是止读 就这些都是止读的 那一般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设止读事物的 明白吧 但是前提是这些方法里面没有增删改 不要在事物当中除了查询 还有其他的增删改 那就不行了 你设成止读之后那改不了 这样的一个去都不是 就是比如我们在修改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要用的是查找的方法 那你那个方法名就得叫update 什么modify了 你不会调service层的 就是service不会调service 它肯定是调道啊 不不不是不一定 是你一定不要那么做 你当然可以那么做 但是你不要那么做 那不规范 我们写程序没有那么写的 你不要那么写 不要用service层的方法 调我另外一个service层的方法 千万不要那么写 可是我这个配置 这个配置不是报纸 这是service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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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事物管理管理的不是 这个你看你看这transfer就知道了 这个不是service层的方法吗 事物管理管理的是service层 道层没有事物的 道层的那个事物 就像刚开始我们写的那个 他默认是不关的 他默认是开启的 他根本就就不关 他执行完了不管 不在道层关事物 不在道层处理事物 明白吧 service层最后才去做 那个事物的关闭的操作 明白吧 好了 所以代码呢 我先把这代码说完啊 所以这个代码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配了 比如说像这种transfer的 你就可以配到 它的什么required的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是read only 你要配的话 那如果是查找的话 你就给它配成true 你像这种 你就可以给它配成false 当然不写也行 然后另外你也可以给它配什么 就是mineassociation 它的那个隔离级别啊 什么都可以啊 在那个xml当中 也可以配这些东西的 那这个叫做association 对 你就根据实际情况配就行了 就这几个嘛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可以配成什么read read什么这种 还有什么别的 那就你随便配了啊 就根据实际情况来配 好吧 这个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 注解形式的 那注解形式的话 其实大家乍一看 好像在咱们的这个 就是事务管理 就是xml文件当中 好像更清爽了一些 是吧 没有那么多配置了 然后如果你要不去考虑到 更详细的这个required 就把它们区分开来的话 那么你只需要在类上 写个transsectional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它就自动做事务了 但只不过就是 无论是增刃改查的事务 它都是什么呀 对它都是默认的那个 都是默认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对就是这些默认的行为 负一呀 负一呀 还有理 这没有啊 是零吧 这个默认的是啥 是零吗 你会看一看那个里面啊 应该是这个 就是效率比较低的这个 对吧 好了 我们平时的话 用这个还是很少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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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